见过肚子生人 但肚子吃人你一定没见过 医生只是给女人的肚子换张纱布 不料伤口恐怖变异 伸出一米宽的口子 尽给医生的胳膊吃了进去 没等医生反应过来 医生十分恐慌 一时间不知该如何面对此事 紧接着下一秒 一阵清脆的响声 胳膊断进了女人的肚子里 两人惊呆了 这时 肚子里突然传出老鬼的争鸣声 随着叫声越来越大 吸引力也随之变大 最终给医生的头都吸了进去 女人疼得撕心裂肺 痛苦声回荡在整栋房子 时间仅仅过去十秒钟 一个两米身高的医生 诡异地被吸进了女人肚子里 彻底消失不见了 我低海 肚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医生又去了哪里 两天前 女人做了一场蓝尾炎手术 可是肚子上的伤口 却迟迟不能恢复 没有办法 她只好喊来医生进行贴药愈合 可当两人看到伤口时 两人纷纷被吓了一跳 伤口就像女人的第三只眼睛 十分可怕 等到一周后医生再来换钥匙 伤口发生了巨大变化 仿佛一张深渊巨口 直接给医生吞了进去 女人吓傻了 活生生的人说没就没 奇怪的是 她的身体也没有发生异常 宏图的阴露 让女人整天都魂不守上 她本想打电话报警 可犹豫一番后她又放下了 当天晚上在女人睡觉时 肚子里突然传来一声吼叫 她急忙跑到卫生间里查看 就当她准备撕开纱布时 纱布直接被肚子吃了进去 女人着急坏了 肚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于是她拿着手机向肚子拍摄 里面的一幕让女人傻在了原地 肚子里面竟然长了一圈牙齿 现在只要在评论区输入 春暖花开 就可以激活一个新特效 看看你的是什么吧 第二天 由于医生一晚上没有回家 警方来到女人家中调查 询问医生的情况 女人不知道怎么解释 因为她自己都不知道 医生到底去了哪里 FBL想要进门搜查 可女人突然想到 医生的医务还没有处理 立马将FBL拒之门外 之后女人怕FBL再次返回 于是将医生的所有东西 放进口 一把火给点燃了 可奈何金属东西烧不透 女人全部从火堆里挑选出来 装进小盒子 打算去海边丢弃线索 当她本以为这件事就此平息时 她一转身 在石头旁边竟然发现了一具尸体 虽然此时尸体半腐乱状态 可她能清晰地认出 她就是被肚子吃进去的医生 就在这时 FBL突然开车赶来自己家中 原来她一直在跟踪女人 女人怕尸体被发现解释不清 一路连滚带爬赶忙来到尸体旁 让肚子里的怪物给尸体又吃了进去 之后女人赶紧往回跑 此时FBL已经出现在了她的家里 她让母亲离自己远一点 怕母亲也被吸进肚子 可母亲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情况 女人转身就跑 就在这时 她的身体突然不受控制瘫软在地 FBL上前逮捕 结果被肚子里的怪物喷了一连洗 紧接着下一秒 之后女人死了过去 从此这个案件 FBL至今都没有破案 齐齐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